三位观察员一致认为 万女是极端的行为 是造成夫妻关系再次破裂的主要原因 遇到问题应该三思而行 李凡则认为 魏先生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 南方17年的婚姻 这都是有因有果 不是这个女人在这作 在你们结婚之前 其实隐患就埋下了 也就是发自她内心的四重连问 第一问 婚礼之前的三金 万女是来说 那时候还是一个女孩子 都是很期盼的 可是你们也没有带她去购买 婚礼当中的新礼服 新鞋子 无论是从风俗来说 还是从即将进门的 新媳妇的内心建设来说 这个仪式感太重要了 居然不是自己的马子 难道买的都是军马吗 前面有一位前任 是按照她的马子来卖的 那么万女是要发问了 我是你的新娘吗 第二分娩时刻 这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 最关键走鬼门关的 当时你在哪里呢 我要找我妈 我要找我爸 你是孩子的父亲 魏先生 你这个时候 你却变成一个孩子了 躲了 所以万女是不仅要问了 我是你的妻子吗 第三问 当她被你们逼出家门之后 前面她对你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 可是你孩子都不让她看 不让她接 你还和你父母还达成一致 那万女是这个时候 她能有什么想法 那不就是离婚了 都不需要我了 她回得了这个家吗 还有一问 你有丈夫的立场与态度吗 清明节 可悲事情 她都主动提出来了 说明她重视你们魏家呀 你却说 后面等师父上来了 顺便改一下 说明不是很重视吗 那你究竟是我的丈夫 还仅仅是魏家的儿子呢 所以四个因果嘛 对于妻子来说 因为脑 所以闹 因为气 所以跳 她那跳楼不是威胁 人家是真的觉得 已经无路可走 无路可逃了 把人家逼上绝路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 女同学事件 女同学那个信息 已经很明显了 一晚上没休息 我想你了 我只能说 如果不是你和女同学之间 有一定的这种交流基础 那么女同学 我想不会发生这样的信息 并且后来女同学当面也说了 是你的丈夫 总是主动来找我 魏先生 这是原则性的事情 到现在 到今天 你依然失口否认 今天 我们是给你留了面子 但是这个事情 你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所以魏先生 你真的就是 不出现 不作为 不沟通 不交流 不担当 五不男人 那让人寒心呢